现在市场其实很多人在说 会不会没有Hot Landing 就是不会有一个很大的经济衰退 而又出现一个软着陆 Soft Landing 甚至乎一个新的Term叫No Landing 就是不用着陆 因为美国经济不会减慢 如果看回历史的数据 其实美国联储局的加息周期 很多时候都会引致一个经济衰退 但如果要真真正正的软着陆 其实可能历史上只有一次 就是94年95年的时候 另外大家可能问 如果减息的时候 是否可以买股票 历史上来说 一般都是联储局开始减息的时候 美国就会进入一个经济衰退 所以减息是不是一定好呢 我想大家可以判断一下 Hello 大家好 我是Tiffany 今天又回到Stash Away的市场环评 Hello Stephanie Hello Stephanie Hello 大家好 不经不觉暑假又结束了 其实历史上市场在暑假的时候 都是比较静的 但是每一年的八月尾 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Jackson Hole的会议 究竟Jackson Hole会议是什么 其实每年八月最后一个星期 全球的央行行长和财务部长等等 都会来到美国中部的Jackson Hole小镇 开一个三天的研讨会 讨论全球最关注的经济和货币政策 究竟Stephanie 今年在Jackson Hole会议又有什么启示呢 没错 其实历史上 譬如当年联储局宣布QE2 QE3的时候 其实都在Jackson Hole小镇里面公布 所以每年例必出这个会议的时候 投资者都会特别关注 究竟全球央行的一些央行行长 他们会在Jackson Hole里面说些什么 其实今年全球的焦点 就落在究竟联储局在9月的时候 究竟会不会继续加息 还是开始暂停这个加息的周期 其实看回今年Jackson Hole出来的讯息 鲍威尔在Jackson Hole里面的表态 比市场预期就要加派一点 即是说其实9月份未必会继续加息 如果我们看回现在市场的预期 可以看回这幅图 其实在9月20日的联储局会议 现在市场预期 加息的机会只有百分之 即大概十二左右 其实当时如果鲍威尔想着9月的时候加息 理论上他在Jackson Hole的时候 言论就会鹰牌一点 令市场改变这个机会率 但他并没有这样做 所以理论上9月份的时候 联储局应该不会加息了 当然有一些除非 除非我们一眼再说 如果看回欧洲央行 欧洲央行就继续比较鹰派一点 因为欧洲央行的加息周期 要比美国慢一点 所以欧洲央行长会表示会继续加息 最夹派当然就是日本的行长 日本行长就清楚表示 其实日本还要推一个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 令到通胀可以维持在他们的目标水平 或者以上一段时间 好了 看回刚才说了9月会不会加息 鲍威尔没有清楚 表明说加还是不加 但他说当然看这些加息的决定 好看一些经济数据 所以由现在到9月20日的时候 会出什么经济数据呢 第一当然就是通胀 第二就是美国的一个就业市场 首先说回就业市场 其实我们在上一集都说过 美国的就业市场 其实一直都是很紧缺 这幅图显示的就是 蓝色的条线是美国现在的一个可以就业的人数 其实你看到 美国的劳动人口 由2020年的时候 跌得很厉害因为COVID 上一集都说过为什么 其实这幅图想要告诉大家 其实就是美国的劳动人口 其实相比COVID之前 都缺少了200万的人 劳动人口是其中一个因素 其实另外一边的因素 就是雇主他们想请多少人 这个就要看回一个数据 叫美国的职位空缺 如果职位空缺越多的话 即是说雇主要请更多人 我们可以看看这幅图 其实你看到 黄色的条线就是一个三个月的平均移动值 为什么用三个月的平均移动值 因为每个月的数据可能会上上落落 但如果看回三个月的话 可以看到一个趋势 你看到其实美国的职位空缺 其实近这几个月 已经开始不断下滑 美国公司或美国一些雇主 他们请人的义务 越来越少了 但是如果你拿回一个职位空缺 和失业人口去比 其实职位空缺 还是远远高于失业的人口 所以说 为什么美国的劳动市场 这么紧存 而最新在8月29日公布的 一个美国就业市场的数据 显示了美国的一个职位空缺的数字 其实比市场为之低 也就是说就业市场可能 开始已经出现了放缓 而即日市场有反应 如果大家看回一个 美国十年债券的知识率 可以看回这幅图 你看到其实知识率 这个月一直都由4% 去到4.3% 但是这两个星期又跌下来 但如果看回8月29日公布 这个就业数据那一天 其实十年债券 即刻就已经再跌多0.1% 显示市场 开始消化一个 就业市场放缓的预期 刚才说了 其实9月份会不会加息呢 另外一件事要看的 就是美国的一个实质利率 其实之前也有说过 实质利率就是将美国联储局 即是现在的一个利率 减去通胀 其实如果看回实质利率的一个历史 可以看回这一幅图 你看到其实实质利率 在不同的时期都会上升下跌 但我们拿一个中间线 大概就是你可以看回0 一个这样的level 其实你看到当实质利率很低 甚至乎去到负的时候 其实就是说联储局的货币政策 是很宽松的 由COVID开始 就是联储局一路 宽松政策的时候 这个实质利率一度 是跌到负6厘的 但是由于美国的经济 开始转好 而就业市场也开始蓬勃 所以美国政府加息之下 其实美国的实质利率 现在已经去到2厘的水平 如果再推回前看的话 去到2厘的水平 对上一次已经去到09年的时候 甚至乎是06年的时候 其实当一个实质利率水平 去到一个正数的时候 往往就会开始影响经济的发展 也都见到 就是06之后 当然就是07-08金融风暴 而09之后 也都出现了欧债危机 所以其实去到2厘的水平 在联储局的角度来说 其实都已经很确定了 那当然刚才我说 联储局现在都未 其实想着9月份的时候 应该不会加息 但是有些什么 如果呢 万一呢 其实就要看回 美国9月份公布的CPI 那其实CPI 现在市场预期 就是3.2% 那通常CPI的预期 和真实公布的 不会太大分别 但是如果公布出来的CPI 远远高过 现在市场预期的水平的话 那当然联储局 都会保留一个 就是他们加息的一个option 嗯 Stephanie听你这么说 那其实我们是否可以预期 联储局很快就会开始减息呢 那其实如果我们看回 就是历史的一些数据 可以看回这一幅图 那这幅图就显示了 过往历史上 联储局减息的一些周期 那其实我们 做一个分析的时候 发现几样东西的 那第一 通常如果联储局 加息加得快 减息都减得快 那今次的加息周期 很明显真的很快 那所以如果联储局 开始减息的时候 那他都很大的机会 可能会减得快 那第二件事呢 就是加元去到减 中间都可能有一个pause的过程 那在联储局的历史 加息周期 减息周期里面 大概有一半的时间 他们是直接去减息 没有pause 那另外一半就是pause 那如果pause的话 大概就会pause 六至七个月左右 那其实今次我们看回 一个其他的数据 那我们觉得 其实联储局 很有可能 就会 即是未必那么快直接去减 那反而可能会pause一会 那看定一些 看看那些经济数据 就是会 什么时候开始转弱 甚至乎会不会转弱 那因为现在 so far来说 即使 刚才我说 最新出来的一个就业数据 就是 弱了市场 但其实整个就业的 就是美国的劳动 或者就业市场 都还是很蓬勃 那所以呢 又未去到 需要减息的一个 就是一个 一个需要 那但是 现在市场呢 其实很多人 在说 啊 会不会 没有hard landing 就是不会有一个 很大的经济衰 而又出现一个 就是软着陆 soft landing 甚至乎 一个新的time 就是no landing 就是不用着陆 那因为就是 美国经济 真的不会减弱 那如果看回历史的数据呢 那其实 美国联储局的加息周期呢 很多时候呢 都会引致一个 就是经济衰退的 那如果要真真正正的 软着陆呢 那其实可能 历史上呢 只有一次就是94年 95年的时候 那另外大家可能问了 那如果减息的时候 就是可以买股票呢 那我们可以看回历史数据了 那如果大家看回这一幅图呢 其实你看到 白色的线呢 就是 就是联储局的一个利率的走势 那当它升的时候 就是加息的周期 跌的时候就是减息 那而红色的一些部分呢 就是历史上出现 美国经济衰退的一些时期 那你可以看到 其实呢 历史上来说呢 一般都是联储局 开始减息的时候呢 那美国呢 就会进入一个经济衰退 那所以 减息是不是一定好呢 那我想大家可以判断一下 那虽然美联储 暂时都不会再加息了 那但是现在的利率 已经去到五点几厘了 如果大家都想享用 这个这么高的利率 不妨可以考虑 我们的US dollar cash yield portfolio 如果大家喜欢这条影片 想知道多些市场的消息 记得留言 赞 订阅 订阅 按下小铃铛 留意我们未来新出的影片 那